提到成龙和范冰冰这两人一直都是话题多多 但凡事都讲成龙和范冰冰情同兄妹 大哥对冰冰真是照顾有加 比方这张很著名的照片 海边风大成龙帮着范冰冰压裙摆 真是手忙脚乱 可是最后还是被人乱猜什么跟什么了 可是最近有人在网上看到一段早年的录像 发现并非成龙一直要帮衬范冰冰 反而是后者貌似宇佳热情一点 成龙从游艇过来欢迎范冰冰 并说到我们要这样拥抱一下会是头条了 然后范冰冰走上天桥一把抱住成龙 没错就是十分典范的大哥雄抱范冰冰那张照片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另有这么的一个进程 成龙双手一倍并没有回应拥抱 而且伸出双手表示什么能为总 并非是本人热情 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范冰冰有点为难了 看看人家姿势都摆好了 连小腿都翘起来了 主动一把手拉过成龙的双手还上腰 总算是抱上了 放个角度成龙大哥事先的确是有所表示 本人是被强抱的 是他太过热情了 而且这个角度可以清清楚楚整件事情的经过 看过这些许多人讲成龙事先并不怎么情愿 是范冰冰太过热情 可是从事先的戏份来看 应该是两人对媒体镜头来个卖萌 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